肺炎疫情延燒教育界 尤其是大學繁星計畫 各人申請又即將公布名單 家長擔心4月份的第二階段 面試會不會變成病毒交流大會 一個教授對上三個學生模擬視訊面試 系統商正在加緊測試中 台南的同學避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傳染風險 用麥克風回答教授問題 老師好 那我這邊的想法是 學校也會比較多的想要了解有不同的系統 像前一陣子也有一些教授們 就開始在問我們說 是不是有一些比較適合 做線上學習的一些系統 正在承報中央防疫中心選任當中 所以這個審查的結果呢 會明顯公布結果 各大專院校緊鑼密鼓開會中 預計在27號前會有定案 若真的撤除傳統面試 改採書審或視訊 勢必影響學生準備方向 這週天節 週一 台 報道